我们有一个说法 有人会有一个说法 尤其是有感觉的时候 你坐在一个旋转咖啡杯上 找好看 你就说 我有受到一个很强的离心力 不对 离心力这个力是不存在 不存在 是那个人不晓得自己在做圆周运动 我手上哪一个 我手上哪一个球 转圈圈 球上一个小人 他觉得我被里面的拉力 拉到里面去 可是他没有动 牛顿告诉他说 没有动表示何力要是 零 所以他说那表示 我受到一个向心力向外 跟我这个力量就 对不起离心力向外 跟我的向心力就互相抵掉 这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 他如果知道自己在转圈圈 他就需不需要这个离心力了 不用 所以离心力是一个假想力 然后的假想跟他平衡 这个力事实上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人如果能够理解 如果他能够理解 他在做圆周运动 他不需要用到离心力来解释 可是这个想法对一般人而言很好用 比如说东西放到离心体里面转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呢就会把它分开压比下去 哦因为出到很大的离心力 谁要就到后面去了 这样讲讲比较简单 你在那边转圈转圈 你觉得有个很大的力量 我一个离心力怎样怎样 这对一般人而言 拿来解释一些事情会比较简单 但是让这个力事不存在 但是让这个力事不存在 只是有时候对普通人解释 现在觉得比较好用而已 那向心力跟离心力 是不是作用力跟反作 刚才你讲哦 那个人觉得他受个离心力向外 又受个向心力向内 好所以他们就不会动 哎呀我觉得很安全 符合牛顿一 那那这个他是不是 向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那就为什么不是啊 那找个女生吗 有女生吗 有女生啊 他一不会 为什么不是 请坐 不要为难你 假想有离心力存在的时候 他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 然后互相平衡掉 可是我们 可是我们前面讲过 受力感反受力会不会平衡 不会 他不做在同一个物体上 然后实际上你个人没有离心这个力啊 个人没有离心这个力 所以就算你要制造出一个离心力 这个力也不是跟向力 向心力同为作用力 或者跟反作用力 他是 假想中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 这就是跟你讲离心力的状况 所以我未来在解释 像我要解释那个潮汐的时候 我都不喜欢用离心力解释 因为离心力这个力不存在 那我会用别的方法给你解释 为什么会有潮汐 但是很多老师会用离心力解释 为什么会有潮汐 那我不喜欢这样做 可以让你了解到可以了 ok 我会有潮汐